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主管部门明确发出了一个禁令 严禁各学校进行任何形式的集体补课或者是补习 那么这个禁令会不会真正的落到实处 而家长们又会不会配合呢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随时参加节目的互动 将有可能获得门窗木墙武军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话题的背景 厦门市教育局近日发布了 关于2015到2016学年第二学期期末和暑假基础教育工作安排的通知 通知规定 暑假期间严禁包括2017届高三毕业班在内的各年级 进行任何形式的集体补课或辅导 除了严禁补课 通知还对返校做了安排 返校时间可由学校根据实际来制定 其中高三毕业班学生的返校次数控制在三次之内 但不得连续安排 每次返校时间不超过两天 可用于检查作业及检测 其他各年级只能安排两次返校 同样是不得连续安排 返校时间不超过半天 在暑假作业上 是教育局要求学校严格控制作业总量 提倡多布置、阅读、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多样的暑假作业 这个是我们厦门市教育主管部门明确发出了禁令 严禁各学校进行任何形式的集中的补课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都所谓的 低内损失低外补 学校是不允许补课了 但是校外有各种补习机构 那么家长们会不会让孩子到校外去补课呢 张老师你觉得 我的观点就是实践证明 就是说补课能够提高成绩 这提供而且是一个主要手段之一 是不是 所以在漫长的暑假 说为了孩子的成绩 那么很多家长 他是愿意适当地用一些时间 让孩子去补课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补课除了提高成绩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他可以把孩子的心适当地收住 等他开学以后 他就不会那么玩疯了 就相对而言 开学的时候没有一定的恐惧症 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这个社会上 这补课的情况很多 那么很多家长就觉得说 别的孩子去补课 那如果我的孩子不去补课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怎么样 输在企务线上 这是一个 那么现在我们的关键是 补课是要 但是补多少 怎么补 这个是要研究的 对啊 就是 简单一句话就是 教育部门的这个禁令 是挡不住家长 有很多需要补课的安排的 对 小和你觉得 我是一个对小孩子学习成绩 特别宽容的家长 除非孩子自己要求 比如说上学期成绩很差 他心里很有压力 很沮丧 这时候他自己要求 主动要求不够 我会满足他 尊重他 否则的话 我更倾向于大好暑假 去做一些更开心 更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世界那么大 我们去去看一看 或者说像视频里提到的 提倡研究性学习 你去做一些小研究 读一些课外书 甚至有一些 能够丰富人生的一些 画画游泳这些小技能 是不是利用暑假时间去学一学 这样才能有张有直 开学学得更好 非常开明的家长 汪洋老师 你觉得这样的家长 是不是很好 非常在想这个小和的观点 但是如果像小和这样的话 你们老师的补课 不就没生意了吗 我坦白地说 我从来没有补课 也从来没有收过 没有参与过这种补课 对这个补课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了怎么样 我认为从这个教育主管部门 以一种行政的方式 让学校来开展补课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因为本身呢 这个暑假是学生和老师呢 法定的一个休息 或者活动的一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面 如果来安排这个补课 实际上等于剥夺了老师的 基本的法定的这个权利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是开了这个口 社会的这个竞相仿效的话呢 那么也会导致怎么样 导致很大方面的这个混乱 所以说从这个学校角度来 绝对是不应该的 至于说你的话题里面所说的 到外面去补课 这个是属于狭义的这个补课 在这边呢 我是想说要理性地提醒一下 我们的家长朋友 如果你的孩子呢 这个学习非常的上进 非常的用心 但是他的知识呢 确实存在着某一些搏落环节 利用暑假这个时间呢 适当地去弥补一下 把这一些余露的东西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捡回来 就对孩子的这个学习 后面的学习呢 这样提供很好的一种后劲 这个是合理的 所以呢 就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不是反对所有的补课 但是我认为应该理性地看待 应该从孩子的个性的角度 来把握好一个合理的时间 和合理的空间 和合理的量 千万不要把整个时间呢 都让孩子呢 去做这些补课的事情 最后怎么样 孩子会产生极大的应用程式 应污的那种情绪 往往呢 欲速者不大 甚至能怎么样 就来相反 欧阳老师强调了就是 如果把补课看作是一道 补药补汤的话 孩子们和家长 根据自己情况吧 觉得说该喝的 还是应该喝点 不该喝的也不要乱 那现在有很多教育主管部门 都在强调说 孩子不能够随便去补课 要给孩子减负 而且呢 这个是作为一个 教育的一个遵守规律 然后教育的一个 起码的行政管理的准则在实行 但是广东省做的一份调查 却显示呢 很多家长这个补课的意愿呢 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去年底 广东省教育厅通过官方微信 就中小学补课现象 发放了大约 九万五千份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 中小学生补课现象比较严重 一是补课主要是以考试科目为主 硬是是补课的主要目的 二是补课地点选择多样化 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需求 违规补课现象客观存在 家长和学生自己要求补课的比例相当高 两项相加 高中生补课的比例将近80% 初中生接近70% 小学生的比例甚至超过了85% 其中周末补课超过了三成 寒暑假补课将近五成 这个片子就说了一个反差 比较明显的现象 就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说 不能够补课 但同时家长和孩子们 好像很多都是在补课 比例还很高 这个反差小和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反差体现的 确实有需求存在 因为你不管补或者不补 你要参加的升学考试 是定死在那里的 它就摆在那个地方 就摆在那里 就是当你的学生在正常的课堂上学习 你已经有落差了 那家长一到假期一定心里着急 希望能够在假期能够好好补上 那欧阳老师刚才所说的 这种小班级小团体的补课 毕竟不是每个家长 都有能力负担和承受 他们可能会认为 学校集中性的来一下 那是可能最有针对性 而且最经济实惠 现在要求学校不能收费 另外一个是 比如说中学生高中 那是面向全市所有中学 一旦有一所中学开始补课 所有中学将全部放开 不然大家心里就会慌 那高考也是 福建省其他地市都在补课 提前上课 那厦门地区完全不补 家长心里也会慌 我到时候面临全国的竞争 怎么办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妨 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去分析 既然社会上有很多补习机构 而且每年到了寒暑假的时候 都不愁声援 很多人都是趋之若鹜地去参加补课 为什么呢 只能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说确实有效果 否则的话作为一个市场 你自愿的一个选择 如果没效果的话 谁会到那去砸钱玩呢 没有 它这个社会也很现实 它社会它这个招聘 它有的机构来招聘的时候 它就要求 你必须是985毕业的 985学校毕业的 或者是211工程毕业 这个工程学校毕业的 那这些学校都是比较好的学校 那这些学校招的分数要高 那么因此它很现实 所以你只有补课成绩提高 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学校 那么以后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业的选择的余地就更大 这是一个最简定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南京 前几年南京搞了一个检户 非常严格 因此那段时间 那一年那一阶的学生 确实没补课 结果那一年的高考 南京在整个江苏省 它的成绩是垫底的 结果家长就造型了 其他地方在补课 南京没补课 对 这一阶的学生 结果去读大学的 这个学校就不是很好 那谁给他负责 没有人给他负责 检户检户 他后果自护 他自己 这一阶 这个 关于这个一点的 这个张老师 把补课等同于 这个升到好的 这个学校 把他等同在这一阶 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这里面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他补课 他就目的很现实 就是低高整体 那我可以这么讲 我们厦门从09年开始 教育部门就严禁这个补课 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六年 可是我们厦门 在福建省的高考当中 一直处于非常领先的地域 这个话要怎么说呢 所以呢 这里面补课就决定了 它的成办 这个理论就是完全不能准备 我们有可能就是学校没补课 但是在校外啊 市场方面的手段没少用 就是说功夫都用在暗处了 有没有关系 其实他其实其他城市 其他地区 他也在讲 我没有补课 我们怎么样 我们按照上面都是这样讲的 其实暗地里在社会上 这补课的风气还是很大的 这个基础很大的 还是很大的 不白说 那么教育部门 它是不允许的 因为上面的要求不允许的 不仅是我们厦门 其他地区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 现在场外有很多观众 发来了他们的看法 一位朋友说 家长为了孩子的前途要补课 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要补课 老师想提高学生的成绩 也要补课 现有的应试教育模式 造就了补课成风 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就认为说 整个的游戏的玩法 就是这种玩法 都已经被这种非常严酷的 应试教育给绑架了 没办法 另外一位说 利益博弈 补课是没有尽头的 还一位说 现在家长真的是很不容易 恨铁不成钢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不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说补课的禁令 是形同虚设 另外一位说 不去补课 去学习各种技能 就是大家的诉求不一样 在直播当中 您可以随时通过屏幕上提示的方式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您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幕墙五金专家 金刚兰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刚才张老师 小何都提出一些 比较尖锐的问题 欧阳老师问一下你 你觉得如果是这个 这个禁止的这个补课令 已经颁布了 那很可能它会形同虚设 你觉得这个怎么看 这里面我刚才就讲 我不是反对这个 这个小概念的这个补课 大概念的这个补课 我是反对的 小概念补课 因为比如说这个孩子本身 他有知识点的这个缺漏 他需要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 把这一个知识点给他补上 如果学生有这种需求 家长又愿意配合的话 我想这件事是非常好的事 很有必要的事 因为在某一个知识点 正好缺漏了 能够及时地补上 他接下来的话 他的学习状态呢 会有立马的这个改变 该补还要补 这个补了是一种必要的 并且是有效的 但是这种大面积的 全体的这种 放在这个暑假里面进行补语 这是对所有的老师跟学生 都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不是 现在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应该要区别看待 并且呢 就学生个人而言 有一些学生 他是极端的厌恶 厌学的学生 他连上课他都不想学 他都不想听 作业他都不完成 你家长这个 在某种情况下 为了跟风 或者为了攀比 暑假还花了大把钱 去把孩子送去 给他补习 就是也要看具体的孩子 有的孩子可能是 补课有效果 有的孩子补课 也是白花钱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高中三年 他现在用两年时间 把高中三年内容 全部学会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有可能 讲课的时候 速度快一些 这个时候老师 有的时候 通过大面积底 来补课 把过去的内容 再讲一遍 更细致 可能有很多人 不理解 比如说速度太快 什么之类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 机体补课 也没有什么值得 另外有人 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这次的 这个文件当中 提到高三 可以三次返校 而且每次 可以两天 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 就给另一种 明目的补课 或者是补习 留下了一个口子 故意搞这么一个 留下了一个 埋下了伏笔 是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有点这个意思 而且我觉得 这是一种 灵活性的处理 因为高三的学生 毕竟高考摆在眼前 那你在一个 暑假这么长的 一个复习时间里面 你可能有很多疑问 需要经过 学老师的 一个集中的解答 答疑 甚至我还认为 是不是可以 对一些特别的科目 允许学生自主 去报名 小范围地 进行一些指导呢 这个欧阳老师 你应该知道里面 教育局的这个规定 是不断地细化 今年出台了 这个相关的 这个细节呢 应该说具体到 这个返校的时间 跟次数 我觉得这个做得 是非常好 其实呢 刚才就这个问题呢 我的理解跟小侯 是有点不一样 从教育局的 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 让学生 把这个心 可以收回来 另外呢 也给师生之间的 一个交流的机会 但是呢 限制于 不能上课 也不能用来 作为考试 我觉得这个要求 非常合理 就我们学校情况来看呢 几年来 我们的执行得非常好 其中我们最突出的 一个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除了跟学生 布置作业以外呢 发动老师 跟学生加强 这样情感的交流 效果非常好 有的学生 本来在这个假期里面 已经情绪处于 一种非常沮丧 有的学习的这种状况 已经非常下降 有的有存在感情 或者是心理方面的一些 一些不良的一些现象 那么通过返校时间 跟老师有这么一种 近距离的一种交流 有的老师 有的学生 他会找好几个老师 来间交流 那么这个过程呢 老师呢 因为作为一个行列人士 可以有效地 帮学生排除 或者是解决 这一些有关的困窝 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呢 我同意 我同意的状态 学生的精神状态呢 改善了 他往往比起 直接给他上课和考试的 效果要好得多 欧阳他那个学校 他是非常 声言非常好的学校 说一句实话 根本不用补课 像真正需要补课的 就是那种中等的学校 那种声言 上不上下不下 这种学校 还有差的学校 有的学校就放弃了 我根本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 就是那种中等的 他就很焦急 给他加点补课 他就可以上好的学校 不放弃 他就到一般的 很大的学校 张老师的意思是说 像你们外国语学校 拿的是一手好牌 怎么打都有理 对 而像张老师有一些 他们的中学呢 拿的这一手包 并不是很理想的牌 对 这个时候如果是补课的话 就类似于很可能 摸到两个大鬼和小鬼 即使立刻发生了 本质的变化 我发现你讲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对对对 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 正在直播的TV Talk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寒暑假期间 特别是暑假 究竟该不该去补课 那么现在呢 估计有很多家长 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纠结的 大家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可以随时发表你个人的看法 您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兰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其实提到这个补课 的确是有弊也有利 你不能够完全说 它完全就是有坏处的 或者说完全都是好处 都不是很客观 小和如果是问你 你觉得这个补课 究竟利弊如何 我觉得利弊看需求 对于有需求的学生 补课是有利的 但是对于没有需求 或者说我的需求 不在于集中上课 我需要去针对我的短板 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授课 一些课外的培训机构 去查缺补漏 那么这种集中式的 甚至是填鸭式的 集中性的培训 那一定是有弊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需求 因此我最反对的 就是学校把一大帮学生 强制性地要求 暑假过来接着上课 甚至可能讲了讲了 就讲到新课去了 那你一些学有余的学生 你都没有选择 就是说你这个补课 特别讲究要私人定制 要特别切合自己的情况 我说在这个漫谈的暑假 那么我们可以把孩子 这个安排的风物多彩 是不啥 可以去旅游 可以去看电视 可以去读书 有没有 去看阅读 各种各样的 那么我们把补课 作为其中的一个内容 不是所有的内容 这是一个 那么有了这个内容以后 就给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 有一定的压力 大家要记住 有压力就有动力 有动力 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 有一个日本的一个电视剧 就是那个叫做宽松世代 刚才欧阳老师也知道 就是当年日本不是搞了一个教育改革 说给孩子们减负 不要给他们压力太大 结果导致说 经过那个年代 教育改革的那一茬日本孩子 走入社会之后 遇到了各种问题 最突出的就是竞争力不强 总觉得说自己的实力不够 和当年这个所谓的减负 或者比较放任有直接关系 这个你怎么看 关于这个问题是导演 站在他特定的立场上的一种审视 你觉得是物足 他缺乏了一种科学的依据 如果我是这个导演的话 我也可以选出一个高压情况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们最终是成事败的一些例子 据我所了解 这个电影在日本引起很大的轰动 共鸣 那说明他讲的确实是这个 今天小何的看法 你怎么不同意 我是不同意贴抱歉的 我认为每一个时代 都有不随过逐流的人 因为我作为一个80后 独生子女一代 曾经也被认为是会垮掉的一代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有一篇文章特别轰动 就是中日小学生去参加夏令营 里面是对中国和日本小学生的 这个进行的一个对比 把这中国小学生的这种娇生惯养 这个是黑了个遍 引起很大的反响 但是事实上几十年十几年过去 80后也成长出了一批中流砥柱的人才 也就是说不管是不是交生惯养 是不是独生子女 都有人不随波逐流 这个不会受环境的影响 每一代都有这种人 但是只是比例而已 我说一个反面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文革时候产生的那个老三界 他们很多人呢 连中学都没有读完 结果呢 改革开放以后 这些人逐渐就成为国家 或者各行业的点 顶梁柱 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 是不是一定的补习 一定的高压学习 这些孩子才能够承操的 我们七八十年代 有出了那一批这个少年班 后来经过这个 跟踪这个统计的话 发现这些人真正存在的比例 实际上怎么样 那个少年班跟这个补课 没有太多关系 就是因为期待值太高 期待值太高 产生的一种教育的一个成果 所以这个成果呢 并没有能够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 不是说要不要补课的问题 是我刚才讲的是要补课 只是说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怎么补课 使他更加的 所谓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 尤其是在这个青少年青春期 这个时候的教育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会耽误人的一辈子 所以说经常有那么一句话 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嘛 说你现在眼中流下的泪 很可能就是当初你脑子进的水 这个观念啊 千万不能够走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个大家的发来的看法 一位朋友说 学校不能够补课 家长应该可以适当地 给孩子找培训机构 补一点课程的课 也可以补一点技能的课 还一位说社会实践 由谁来组织 由谁来负责 到哪里去社会实践呢 另外一位说不能够 如果不能有效地 输导教学双方的庞大的需求 仅靠进补令 很可能只是让有偿补课 流向伤害 就是认为说这个市场需求 是客观存在的 你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啊 另外一位说 根据个人情况和需求而定 补课对于一些孩子来说 不仅可以补缺补漏 还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学习 并且认识亲朋友 就是大家对这个补课 也都是见仁见智 我倒想到说补课 从目前大家的分歧这么大 而且一方面是主管部门说 不能够补课 禁令是一再重申 但同时呢 市场上好像这个需求特别大 这个市场一直在跟着客观存在 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的楼市调控 调控很多年 结果该调越调越涨 这个是不是有点类似的道理 关于这个补课了 我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也是一个大难题 首先社会有这样的风气 也有这样一个需求 包括那种补习机构 那种商家的这样一种 一种活动 它是嗅到了商机 所以说呢 这样一种几个因素呢 互为这个做成了以后呢 产生了这样一种风气 但是我要告诉我们的家长朋友 你要让你自己孩子去补课 特别是课外的补课机构补课 你首先你先得做做功课 什么呢 你要研究好你的孩子 它是属于知识缺漏型 需要补救的 那么在一定的时间 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量情况下呢 把这个知识点缺漏 补回来就可以了 有的孩子本身是完全厌学型 你在这个时候 也不要赶鸭子上架 对他来说也是很多 你花了鞋台的时候 就亲知认知吧 那有一些孩子呢 他是什么 他是属于适应困难的孩子 那么你应该培养他 怎么样去适应困难 怎么样去把这些相关的因素搞进去 还有些孩子呢 他是属于情感上有问题 还有些是属于心理上有不足的 你一功劳的 都安排孩子花了钱去补习 结果呢效果就不一样 所以说家长朋友们 不要攀比不要跟风 要更多地去研究一下 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 补的怎么样 要有效 而且呢 如果说提到对孩子的了解 像这个小和当妈的 应该是最了解的 那是 你觉得应该是家长做主吧 来安排他们的暑假生活 我会有循序渐进的 去给他培养一个 自主规划假期 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他还小的时候 我会为他安排他的假期 学习一些技能 让他在这个学习中 感受到一种快乐 让他能够逐渐地自主去学习 到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我就会听听他的意见啊 根据他的意见来做出调整 看你要学什么 你想做什么 再大一点 我就会完全尊重他 你想去做志愿者也好 想去旅行也好 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会尽可能去支持 因为你走出高中 你就面临上大学啊 大学就不再有人去监管你 你有太多的时间 要自己安排 要做好这个玄阶 我有一个小范围的调查 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补课 就是说其实在真正的 去参加补课的那些学生当中 很优秀的老师不多了 很优秀 他其实家长也不信任他补课 没方便补课了 那很差的家长也放弃了 所以现在真正的去补课的 都是那种中的问题 对 就是 家长也很理智 家长也很理智 对对对 家长也很理智